我妈妈是个单亲妈妈 在我11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5年级 我才慢慢的了解 原来当一个妈妈 没有那么简单 我记得我9月的时候 我人是在15 我那时候是跟西部跟KL的crew 一起拍一个福音电影 然后最后一个晚上在15呢 我有跟大家分享 关于到我妈妈 我平时跟我朋友讲到我妈妈的时候 我是没有讲到很 好像要他们要饿他们很可怜我 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很普通这样子讲 就像讲故事这样嘛 可是那时候在西部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突然间 我是没有想到 我在当场讲到帮帮我 我突然间哭 现在看到朋友们如果那一个晚上你有在现场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在讲 哪一天啊 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我平时跟朋友讲 都没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在西部 讲到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感觉 就会感觉到 其实现在在想起来 那时候在西部拍的福音电影 其实跟我 家里的故事 家人的故事 很有 很有 很有关系的啦 就真的是会弄到我想到我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家庭啦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妈妈 她当时 知道我爸爸有第三者的时候 她是什么感觉 她是 有什么心情 她有什么感受 然后看到Emily的演出 Shall out to Emily 她看到她的演出呢 就真的是弄到我想到 原来一个太太 知道自己的老公有第三者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怎样的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 悲伤 这样生气 然后我就生到我妈妈 当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哥哥去到雅比 然后在那边生活 在那边赚钱 养家 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雅比 我其实还很小 然后我没有什么去管事 有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在那边哭 我就不打扰她 不管了 没有去问她 发生什么事 我就以为她只是 她很爱哭 我真的跟你讲 我是以为她是很爱哭 所以就不要管她 她可以在一个房间哭 我在外面玩游戏 或者是她在房间哭 我们在一起的房间 我看电视 有时候问的时候 我是没有真正 真心的去问 据说就大概大概问 讲 OK吗 这样子 我其实想回来我觉得我 可以说是一个很 蛮失败的孩子 因为当我妈妈需要人的时候 当妈妈在她 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什么来去帮她 没有什么人去安慰她 我哥哥有 我哥哥有尽力 我可以讲我哥哥是 唯一个人 好彩我哥哥 有去安慰她 我可以看到我哥哥的心 看到我哥哥是真的是很有心的 要去帮忙我妈妈 可是 我觉得我哥哥是 真的是不知道没有经验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还在讲多一次 那时候我们是还很小 其实我不喜欢把这个单借口 就用我们的年龄来单借口 因为 我们那时候 这样的年龄 我们也是可以成熟啊 可是问题是那时候 我们真的是没有经验 我没有经历过很多东西 我们的生活是很 很enjoy life的 其实讲到我之前 跟现在 来比 我也不知道真的是要讲什么了 就 其实我这个影片 是想要讲 前年的事 因为前年呢 是我妈妈的50岁生日 我今天是我妈妈的52岁生日 我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 她有一时跟我讲到 她是想要举办 一个dinner 就邀请她的朋友同学啦 全部都50岁的一起集合在一起 一起庆祝50岁生日啦 只是那时候我是很不清楚 我不知道妈妈讲过 她的50岁生日 坦白跟你们讲 我也不知道她51岁生日 她讲过的 她的52岁生日 然后今天呢 我也是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她讲过 她的52岁生日 我人在古静 她人在Kirchen 我以前有想过 每一年都拍一个 一部影片 给我妈妈 作为她的生日的影片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拍影片的嘛 可是有到一年 我忘记是几十了 就我开始听 那一个 那一个tradition啦 因为我自己不是那么想 我每年可以拍什么 讲我妈妈的故事 讲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样子罢了 我一世里这件事情的想法 每一年的生日都一样啦 就 我去年讲了 这么今年要再讲呢 我是有那种feel 可是我现在 在想起来 可是我今年 我被提醒了 我被上帝提醒到 我妈妈所经历过的一切 这几年以来 全部都是故事啦 全部都可以讲了啦 然后那个故事这样长 没有可能一个影片可以讲到完 然后那个故事 可以拿一半 去做微电影 去拍其他的影片 所以我之前想到的东西 那全部都是借口罢了 然后讲到这个影片也是 我这个影片 是 12月1号拍的 然后现在是12月2号 我发布的这个影片 我可以不要做啊 我可以 我可以讲 我很懒斗 很累啊 现在已经4点了 然后我等下6点多 我要去跟朋友 去吃饭 然后去玩一下 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准时发布 好吧 我的意思是 我们人是很喜欢去做借口的 做不到一样东西都是去做借口 做不到这样东西 就 去做一个借口 来安慰自己 然后我认为 这几年以来 我跟妈妈学到最重要的教导就是 我们做每一样东西都要坚持着做下去 因为妈妈也是有跟我们分享过 他 之前是很想要 放弃我跟我哥哥 放了放弃自己 可是他坚持 去养我们 养到我们到现在到今天我现在能够坐在这边 跟你们讲话 跟你们做这一部影片 就是因为他那一天 他继续坚持 他没有 他没有做借口 他没有 他没有放弃 他继续坚持 去做一个成款成功的妈妈 去养 养大我 跟我哥哥 养到这样健康 所以我到今天 我会带着那个 那个教训 那个 lesson to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比如说我做这个影片也是可以做一个例子 所以我希望妈妈这个故事呢 能够教好朋友们 就是教好你们 不要去找借口 而继续坚持下去 找借口是很容易 可是坚持 我觉得 大家都需要 去去练习 去学习 怎样坚持一个东西 怎样坚持下去做 你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当然不要忘记 跟我妈妈讲 Happy Birthday 跟妈妈讲生日快乐 今天就是她的52岁生日 我妈妈一年比一年开始越来越老了 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一年比一年 更会销售我妈妈 然后更会照顾我妈妈 然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 赶紧我妈妈 就她之前所做的一切 她辛苦过的时间 我也希望过几年 我也能够赶紧 然后我也能够给她幸福 感谢她 所做的一切 讲不完了啦 其实 哈哈哈 yeah so 我有很多东西 关于到我妈妈的 我可以讲的 我可以 拍出来 我希望明年 我能够拍得出 她的故事 不一定完完全全 会像原本的 可是就 inspired啦 inspired by她的故事 因为我是觉得 她的故事 她所经历过的一切 是 很 很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 一看到那个影片 看到那个 微电影啦 我希望啦 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yeah 所以那个 就是我的目标 我明年的目标 谢谢大家 然后 I love you 妈咪 我爱你 妈咪 yeah ok bye bye 妈妈带我 她带我母带到 她带到 结果我们到 我们就到 哈哈哈 妈妈没有带我 但现在她带我 所以 我带到我的孙子 对吗 她们 不需要吃鸡 对 他们没有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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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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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有吃鸡 他们没有吃鸡 不要 不要 可以 OK